曾经霸凌我的人居然是我爸抱错了的女儿 其实我才应该是那个富家小姐 可我爸找到我的时候 只和我说了一句话 南南是个好孩子 你不许再针对她 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情况下再次见到杜兰兰 曾经被霸凌时候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些字头上向下倒落的烟灰 混合着牛奶的腥臭味 仿若昨日充斥在我的鼻尖 我控制不住的自身颤抖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那些伤害却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姑娘 这是羊毛地毯 别穿鞋踏进来认祖归宗的第一天 我居然还被这家人的保姆给挡在了大门口 我望望自己残破的运动鞋 隐唇默默地后退了一步 眼前杜兰兰双手暴毙 啼笑皆非地像她笑话一样地盯着我看 经过她时 我明显地听到一句 别以为进了宫殿就能成为公主 在家 她不敢太过放肆 至少我不用担心她会动手 她走着我身边 如同亲姐妹般亲密地与我摇耳朵 我劝你和我爸说清楚 说你不是她的女儿 一切都弄错了 否则 我可以让你在大学里混不下去 你忘了那些视频和照片了吗 我心里清楚得很 杜兰兰不是做不到 她说到做到 一如多年前 回忆起那些年被霸凌时的一幕幕 一场场 想到那些怎么也无法洗去与抹灭的痕迹 我握紧拳头 深呼吸 强迫自己压下心底那暴力的冲动因子 杜兰兰 曾经你仗着你的家境 身份 还用我妈威胁我 我才人有你欺辱 我平复心情 微迷眼 可如今 我们俩处于同一水平线 那是我亲爸 而你只是冒牌货 你又有什么资格对我说出这些话 许是没想到我会反抗 杜兰兰欲说的话 哽在了喉咙口 不上不下 脸仗成了猪肝色 我不再搭理她 而是看向那鼻孔朝天的保姆 阿姨 我才是这家主人的亲生女儿 孰轻孰重 望你分得清保姆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杜兰兰 面露男色 也许就是杜兰兰吩咐她这么对我的 不过这话好似触及了杜兰兰的某个点 她猛然上前抓住我的手 大声的尖叫 石烟 我会让你在大学里身败名裂 自己滚出我家 随你 我将她的手甩开 结果她竟就顺着我的手跌坐在地上 很快的就传来她哭哭啼啼的声音 烟烟 我没有故意想抢你的爸爸的 可是那么多年下来了 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的亲爸爸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皱起眉头 心里已然明白她这个做法的目的了 因为我看见我名义上的亲爸 紧赶慢赶地跑了过来 动作轻柔地将地上的杜兰兰扶起来后 低声地斥责我 一切都是爸 爸爸的错 你千万不要针对南南 我会弥补你的 这是他任我回来以后 一路无言的情况下 和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陌生又虚假 南南 是我们那边的方言 宝贝的意思 我看着中年男人 那双与我相似度极高的眉眼中 散发的责怪与不满 忍不住轻笑一声 原来 对于我亲爸来说 我只是个和他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而杜兰兰他 才是他心里的喃喃 在我亲爸看不见的角度里 杜兰兰对着我 轻蔑地勾起唇角 好似在向我无声地炫耀 我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大局还是会掌握在杜兰兰的手上 想了想 我一改之前的不耐 迎上前牵起杜兰兰的另一只手 任由那只手 在我手底心反复地挣扎 我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语气绵柔 兰兰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刺激到你了 很抱歉 说完我也挤出几滴泪 坚强地用手被抹去 对不起爸爸 我突然出现 可能确实让兰兰有了危机感 我会和你们保持距离的 以退为进 果然 我从我爹脸上 看到了一闪而逝的愧疚 毕竟是他对不起我在先 他将我丢在外面多年 也是他亲自来我养父母家 将我接回家的 但在杜兰兰眼里 我不应该是这个性格 我会抵死反抗 硬死不屈 我想到我刚入学那年 杜兰兰找到我 让我为他作弊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他却约了一群小混混 将我堵在公园口 露出小人得志的阴险笑容威胁我 食烟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明天的模拟考 帮我 我爸给我钱 我可以分你一半 听说你是贫困生 你应该很缺钱吧 说话时 他眼里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骄傲 他并没有觉得 这一切是不对的 我的目光穿过他 相应地停滞在那群 站在杜兰兰身后 明显地不怀好意的混混身上 我以为他不敢 我不答应 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 转过身 打算换条道 杜兰兰 你有那么好的家庭 你爸又宠你 你应该珍惜 少动鞋脑筋在歪道上 一开始 我还是好言相劝的 我居然妄想扭转一个 没脑子人的想法 你算哪跟从 我让你为我作弊 是给你脸 一个穷屌 居然和我讲道理 毫无悬念的 他爆发了 他让混混 将我压在黑暗的角落 录下了我的一段 又一段视频与照片 不过堪堪几天 所有人就都对我 指手画脚了起来 老师将我的莫迪考成绩 作废了 他认为我这种品性 一定采取了非正规手段 才取得了第一名 那天我哭了很久 要不是我养母 拖着病残的身体 求了教导主任一整天 我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回家 养母就病得更重了 被120送去了医院 可我的毒鬼养父 把家里的钱都抢走了 我差点连车费都付不起 他说只要他想 他可以断了我养母的 一切治疗费用 但同时 只要我像条狗一样 乖乖地听话 他会大发慈悲地救我养母 杜兰兰讨厌我 骨子里的傲气与倔强 所以他将我仅有的尊严 才在脚底碾灭了 他毅然享受 我也只是将希望 寄托于快些毕业 考入一所免学费的好大学 随后勤工俭学 逃离杜兰兰 保护我的养母 谁知天道好轮回 一日杜兰兰引以为傲的亲爹找到我 站在他身旁的律师和我说 你才是杜康的亲生女儿 十几年前医疗系统不完善 护士将你和杜兰兰小姐姐的身份牌 代反了 要不是杜兰兰作为公司继承人 随着杜康参加社工献血 为以后的空降公司做准备 杜兰兰也不会被发现 听说二人血型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杜康人都傻了 杜兰兰还被蒙在鼓里 不懂杜康为何突然变了脸色 O型和AB型 怎么可能生出O型的孩子 听说 是我那女强人妻妈 执意的要把我找回来 否则 按杜康的性格就是将错就错 二十几年的感情 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看样子 要稳住家庭地位 不能抱太大希望在这个不着调的霸神上 思极此 我也不想在这个静默的环境中多待了 我拎起不带 小心翼翼的询问杜康 爸爸 我的房间是哪个 我想先进去收拾一下 我把一个拘谨的小女孩演绎的活灵活现 有了先前的误会 杜康对我的态度也好了起来 立马道 我让张仪给你收拾 我能猜出 张仪就是方才的保姆 而在我回来之前 他们压根连房间都没给我准备 想必要不是我亲妈逼迫杜康去接我 杜兰兰会想方设法的让我原地消失 没关系的 我摇摇头 眉目甜淡 我自己收拾 我东西比较多 就不麻烦阿姨了 余光撇过去 杜兰兰在一旁恨得咬牙切齿 叫了好几声霸 杂物间不是空的吗 她说 杜康明显地僵了脸 不愧是杜兰兰 我小幅度地摇头 险些压不住嘴角的弧度 我快速地背过身 踏着小巧的步子 在阿姨的带领下上楼 幸好张仪把我送进房间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转身走了 显而易见 她已经拿不准杜康的态度了 也判断不出我的地位 是否会在短时间内超越杜兰兰 她心里清楚 感情可以培养 而血缘 是谁都无 法替代的 张仪 我叫住她 她背脊一颤 忽然就半跪下抓住我的手 吓得老泪纵横 小姐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儿子还在高三 我不能被开除 她这副样子 让我不得不想起我的养母 上了年纪的她 也是这么卑微地祈求教导主任 不要将我开除 我心里已有了主意 反手将张仪从地上扶了起来 我把她带进房间 温柔地发问 我亲妈她 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仪有所必达 几分钟后 我大致地摸清了杜家的路数 杜康原来是上门女婿 娶我妈前 穷得叮当响 是我外公看她有潜力 将她那入公司重用 没成想 这会凭借了一张俊脸 被我妈看中了 一招翻身 乌鸡变凤凰 外公走后 就把手里的三分之一股份 送给了杜康 剩下的三分之二 则让女儿继承 所以 公司目前的最大股东 还是我妈 季燕 而也是这个原因 我妈她一年里 几乎一半的时间 都泡在公司 鲜少回家 果真对得起 女强人这个称号 我琢磨了片刻 目光若有所思的 打亮了面前的张姨一圈 张姨在我的注视下 险些又要跪下了 都不等我说话 就立马道 小姐 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说 我呕了声 语气上扬 张姨这个人 有点见风使舵 还不能全信 我刚来 目前也不了解 季燕和杜兰兰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想了想 我眼神恢复唇凉 只是轻声地说 张姨 我刚来 还指望你照顾 如果兰兰 想要你做什么 你照做就行 我想她是疑惑的 但还是忙不迭地点头 我望着那道盘山的背影 心里有关复仇的火焰 正压制不住的熊熊燃烧 怎么办啊 杜兰兰 我真是迫不及待的 想将我所遭受的一切 原封不动的 交还于你啊 我是在杜兰兰的哭声中入眠的 想必她应该是在杜康那里 哭诉了一个晚上 我没工夫搭理她 短短几面我就能感觉到 杜康是个软耳根子 左右飘忽不定 谁都能往她耳边吹风 怪不得我亲妈不放心她管理公司 而是要亲自上手 第二天吃早饭时 果见杜康又对我冷下了脸 一言不发 变脸大师也没她会变 我在心底愧叹一声 起身礼貌地去了个宫 对面前的杜康小声地说道 爸爸 我得先回学校了 辅导员有事找我 我的视线真诚地不含有一丝杂志 直勾勾地摄像手拿报纸 假装在看的杜康 嘿 他不回话 我就一直站着 看谁耗得过谁 杜康没急 反倒是杜兰兰急了 他从椅子前跳起来 口无遮拦 你去就去 问我爸干什么 还指望着我爸送你去 天地良心 我可没这么想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抿了抿唇 可怜巴巴地垂下头 手指紧张地相互搅着 我 我就是想和爸爸说说话 对不起 那我就先走了 我暗自倒数 转头的一瞬间 耳边如我所愿地 响起了杜康的声音 我送你 配合着杜兰兰 试心丰般的怒吼 别有一番风味 杜康终于觉着 她那家女儿有些娇纵了 毕生地制止 南南 你不是也要去学校吗 我正好要回公司 可以顺路 把你们姐妹 送回各自的学校 这话一出 已经是不耐烦了 杜兰兰再傻 也不会傻到再继续叫嚣 这才撅着嘴满脸 不爽地回房间 拿她的小香包 我则乐开了花 可偏偏又不能 在脸上展示出来 可谓憋得十分难受 杜康别扭地放下报纸 看着我渲染玉气的脸 几番欲言又止 我贴心地给了她台阶下 爸爸 没事的 你能送我 我很高兴 她这才如释重负地对着我 露出了一个慈爱的微笑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 爸爸 爸爸会尽量满足你 弥补你的 这话让我禁不住一愣 我抬头 面前的脸上的年纪 眼角 眉梢间 皆是岁月的痕迹 偏偏五官生的端正 笑起来和煦 倒也不怎么显真实年龄 能看得出 我的外貌多数是遗传了杜康的 把我俩摆在一块 没有人会怀疑 我们之间的妇女关系 我也确实从来没有体验过 来自父亲的 关爱 我咬住下嘴唇 试图用痛觉让自己清醒 不得不承认 我对亲情的渴望 超出了我应该存在的理性 半晌 才将那句迟来的谢谢说出口 也是从这一刻起 我对杜兰兰的恨意更甚了 杜兰兰她夺走了 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本来这温暖的家庭 富裕的条件 以及如果是作为杜家亲生女儿 身上绝不会遭受到的屈辱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她杜兰兰 我强压下那股 蠢蠢欲动的暴怒 面上笑容 却比外面盛开的花都要灿烂 爸爸 能来到这个家 我很幸福 谢谢你愿意带我回来 文言 杜康面上的尴尬 化作了眼底的一片柔软 她破天荒的 上手揉了揉我的头顶 我弯下眼 靠近我的亲生父亲 试图配合那嘴角上扬的过分弧度 车上 杜兰兰收敛了些 可以有一无一的挤兑 还是避免不了的 她先是向我显摆 副驾驶是她的专座 紧接着 又嫌副驾驶要系安全带 勒得慌 硬要来和我挤后排 最后又阴阳怪气 我在后排占了她的座位 让我去后座的边边角落 我是真被她给烦得不行 但碍于杜康在 便听话的顺从 她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后视镜中 杜康的眼神 频频地看向后座 我和她对视了好几眼 明显地能看出 里头夹杂的歉意 杜兰兰这个傻子 我的学校 要比杜兰兰远一些距离 她是市里出了名 需要砸钱的民办院校 而我则因为 放心不下身体不好的养母 放弃了名校的邀请 去了一所远交的一本 所幸 学校答应给我免学费 我又申请了奖学金和补助津贴 加上勤工减学 勉强也能维持日常开销 今天学校没课 辅导员特地打电话给我 说要和我了解一下 心意嫉妒的奖学金发放 杜兰兰走后 杜康主动地和我挑起了话题 我诧异地挑了挑眉 他问什么我便答什么 在得知我是历年省状元 却放弃了就都名校的状纪后 杜康毅然决然地决定 陪我去趟学校 我能看出 他想趁此露下脸来炫耀一番 毕竟杜兰兰成绩差 一直以来都只有让他丢脸的份 难得摊上了 我这个可以让他长脸的亲生女儿 可不得可劲的薅羊毛 弥补以前的遗憾 我当然欣然答应 有人能免费给我撑腰 也方便我日后在校期间的发展 何乐而不为呢 也省得几次三番地 和那些有钱人抢夺奖学金 抢得头破血流了 我让杜康在车里等我 我先去找辅导员了解情况 再安排他俩见面 杜康点头 想了想 还是从车抽屉里拿出一台款式 有些过时的手机递给我 我把我们一家的手机号都存进去了 我看你养父母都没有给你一台像样的手机 这款虽然是喃喃用下来的 许是他自己都觉得 拿个用下来的手机给我心里过意不去 有些手足无措 等爸爸空下来 带你去买一台全新的 谢谢爸爸 我眼睛煞时间就亮起来 虔诚的伸手接过那个传说中 杜兰兰用下来的手机 我笑得格外兴奋 如获珍宝 太好了 毫不费力地拿到了我亲妈的手机号 也省得我绞尽脑汁地从杜兰兰那里下手了 嘴上说的却是 太好了 以后我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吗 我这一副没见过世面 又诚心诚意发问的模样 愣是把杜兰的眼睛给看红了 简直是与杜兰兰那角楼造作的小公主 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能这样一来 杜兰心底的愧疚感更深了吧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谁知杜兰当即从钱包抽出了一张黑卡给我 以后想买什么就去买 你们两姐妹 爸爸会量碗水端瓶的 我没有接过黑卡 浅笑着拒绝了杜兰的康态 我不要什么两碗水端瓶 我要的 只有他杜兰兰身败名列的 离开度假而已 这要求很高吗 又与杜康来回推脱了几番 以我如若需要什么 一定会主动开口结尾 最后 我随着 两张熟悉的面孔 一同进入了辅导员办公室 我瞥了他们两眼 心里大致的有数了 无非又是为了让那两个人挂个空头名 在我的设计专案上 奖学金只是个引我过来的噱头 果不其然 辅导员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食烟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找你父母 能私下解决最好了是吧 或 杜兰兰怕不是这个辅导员亲生的吧 话术都一模一样 我说了 他们只要参与过 别说是写名字了 我把他们的大头照贴上去都没事 我顿了顿 耸肩 问题是他们从头到尾 连面都没露过 我又凭什么把他们挂上 其中一个学生还试图说服我 那家公司的纪董事长 是我爸的朋友 这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 实验 先不说你写的如何 如果没有我俩 你这个设计专案 恐怕还未送到纪董事长手上 就会被扔了另一个富二代点头附和 是的 文艳传媒那么出名一家公司 怎么会要你一个无名小卒的方案 起初我还只是听笑话般 没把他们的话当回事 因为 我本就没打算 把这个随手写的方案 送进大公司面试 这不过是我用来势手练习的 可越听 越觉着这名字耳熟 好似在哪里听过 一道光从脑海里闪过 文艳传媒 不就是我那亲妈所在的公司吗 所以他们说的纪董事长 就是纪彦 我亲妈呀 这想法一成立 我差点掩不住笑 关公面前耍大刀 原来就是这个感觉 好啊 那你就让你爹去找纪董吧 让他千万 我加重了千万这两个字 摆出一副没心没肺的表情 千万不要录取我的方案 既然文艳传媒是纪彦手下的 我还真就不得不投了 这可是和纪彦接触的大好机会啊 三人皆是一惊 富二代气的脸都红了 史焉 你别后悔 你不想要你的奖学金和补助津贴了吗 这可都是我们家投资的 有本事 你就吞了我这几点三点九的奖学金呗 我懒洋洋的抬起眼皮 一步一步的走向他 我没忘记的话 你好像才一把 你确定不会太明显 我的突然靠近 使得面前人倒退了好几步 在我的注视下 他一屁股撞上桌角 然后稳稳的落在了老板椅上 我嘴角些许抽搐 这些小渣子正不惊吓的吗 我可是巴不得他们能闹到界面前 这样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出现在公司了 哦 对了 我想起了什么 门适时的被敲响 我过去打开门 和门外的杜康一前一后的站着 在富二代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我一改几分钟前的狂妄 恢复了特有的柔顺 我怯生生地道 老师 我爸想见您 聊一聊下一季度奖学金的事 您不是一直说 想见我家人吗 富二代下巴都快掉了 我偷偷的瞪他一眼 不过还不等我接下一句 杜康就迫不及待的 接着我的话说了下去 老师你好 我是实验的父亲杜康 由于我们父女许久未见 我特意想向您了解一点 关于我女儿的情况 说吧 他将手里的名片递给了 早就将成了木头杆子的辅导员 我眼见着辅导员低头瞅了瞅名片 抬头又低头 来回几次后 像是发现了什么洪水猛兽斑 一个大屁股蹲而摔在了地上 嘴里却还不忘结结巴巴念叨 杜杜杜 半天也没念出过所以然 两个富二代立马围了上去 我还真没想到 区区杜康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摇摇头面露遗憾 既然老师您不想谈 那我们就走了 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杜康也给我尝足了面子 多呆就没意思了 物极必反 出其不意的装逼才爽人心 看样子我们辅导员今天身体不舒服啊 我感慨 对上杜康失望的眼神后笑了笑 改天吧 爸爸 回家后 我立马去书房的电脑里找到了文艳传媒的投稿邮箱 特意将首页自己的名字放大后 投递了过去 现在就是坐等亲妈的回信了 说来 季燕自从我回来后 还没有来见过我 想象中的母女相聚也终究只是幻想 20年的光阴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补的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季燕确实是对我没有感情 思考间 手机急速地震动了起来 我低头看过去 居然通通都是来自企鹅号的消息 按照杜康的说法 这台手机应该是杜兰兰曾经用过的 且依照杜兰兰的性格 她用下来的手机绝不会再被他人使用 所以 她单纯的只是拔除了SIM卡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用地球号的人超过了起了号 这个号对于杜兰兰也就是没有必要的存在了 她可能也不会想到 杜康会把她用过的手机云给我 一个大胆的想法 经不住从我的脑海盘旋而出 我滑动屏幕 找到了手机自带的缓存文件 果然 发现了我当初被霸凌的视频 画面中的女孩子一不避体 青紫色的肩膀无助地抖动 脸上却倔强地不愿意认输 甚至于 我还翻到了不同女孩子被欺辱的视频和照片 原来 受到杜兰兰欺凌的 从来都不止我一个 我尝试平复波涛汹涌的怒火 指甲陷进了皮肉 我强迫自己站置身体这些证据还远远不够 视频画面并没有杜兰兰出镜 我也不能将这些陌生女孩子公之于众 我找出数据线和优盘 稳妥起见 我得先保护好这些音频文件 处理完这一切 我这才悠悠地打开杜兰兰曾用的企鹅号 零零碎碎的群消息 自主页顶部弹出 其中置顶的是一个名为作业小组的群 我翻了翻 除了那些源源不断地有人说话的杂群 置顶群里的聊天记录都因为时间原因 被自动清空了 就当我以为里面没有线索的时候 一个为作业小组的组员消息 跳到了最顶上 杜兰兰 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明明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回了个问号 见我回了 那头更是接连不断地跳转进了消息 杜兰兰 你家有钱 你不怕 可我们这群人都是普通人 你和你爸爸责任都推到了我们的头上 刘丽因为这事都自杀了好几回了 兰姐 算我求你了 自首吧 你爸会帮你的 说不定你压根就不会坐牢 短短几句话 信息量爆炸 简直不亚于戏剧电影了 愁愁好一会儿 我才组织出一句魔棱两可的话术 我 为什么自首 企鹅号嘟嘟了两声 我弄露原争 人明明是你杀的 杜兰兰作恶多端 可我怎么也猜不到 他居然杀了人 而对方那意思 显然杜康也参与了其中 这是一场刑事案件 他却选择包庇了杜兰兰 真是天助我也 但我现在 急需了解这件往事的具体情况 以及过往 我约了那个人见面 以防万一 我把地点选在了警局门口 骗他说我是准备自首 却没想来的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个个来势汹汹 其中包括几个 当年霸凌过我的混混 并非杜兰兰时 他们的脸色瞬息万变 我不是想找你们算账 我主动的开口 打消他们的顾虑 从这些人的精神状态 可以看得出 他们过得并不怎么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 前段时间杜康 也就是杜兰兰的爸 找回了他的亲生女儿 而那个被他找回的亲生女儿 叫石烟 几个人面面相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杜家也不是普通的有钱人家 哪怕杜康没有对外宣传过 也总会有一些闲言碎语 从他人的嘴里传出 顶多不了解话题的主人公罢了 我弹弹手 所以说 你们不用怕他杜兰兰 现在的他 压根和杜家没有一分一好的关系 我才是可以帮你们的那个人 我能猜到 杜康不对外多说的原因是 不想折了杜兰兰的面子 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将杜兰兰送走 甚至于要不是我的步步退让 使得他心生不安 他本不想顾忌 我这个外来的亲生女儿 想到这儿 我仅存的那抹善念 也消失殆尽了 眼神愈发阴冷起 来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万一你是来向我们报复的 有个人叫喊 我不应该向你们报复吗 我目自欲裂 而狠狠地望向那群人面兽心的恶魔 那个人瞬间晋升 我凉搜搜到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知道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只要你们愿意配合我 我能保证 杜兰兰他逃脱不了罪行 除非 我激将 你们想代替他受罪 哦 忘了说了 他现在活得很逍遥 至少比你们这些不见光日的人舒服得多 人啊 是最见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 这些人本就是碍于杜兰兰的身份 对他言听计从 其实心有不满多时 这会统一爆发 威力绝不会比多年前少 从其中几个混混嘴里得知 杜兰兰霸凌女孩子的事 杜康其实一直知道 只不过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说 我的亲爹 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生女儿 被他的假女儿霸凌 也许他都不记得 他那宝贝喃喃侮辱过我这么一号人 哈哈 真是讽刺 这几天的相处 我差点就以为他杜康是好人 我简单地将几个人话陈述总结了一番 但杜兰兰要你们其中一个人替他顶罪 否则就把霸凌视频交给警方 你们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罪行 我又让他们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杜兰兰他 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视频中 这样那些不想顶罪的人 就会自相残杀 而杜兰兰则可以置身事外 坐享其成 这么不要脸的方法 一看就是出自杜康之手 我偷偷地把手机翻了个面 趁他们走后 我转头就把霸凌视频证据 还有那段音频交给了警方 抱歉 我不应该向你们报复吗 那段那段话 在我嘴里 从来都不是说说的 只要是参与者 就注定逃脱不了校园暴力的罪行 他们可能忘了 冷眼旁观也会置人于死地 审讯结束 我恰巧接到了姬燕的电话 女人声音端庄 优雅 如绵绵细语 清脆地坠入大地 很难联想到 这居然是个女强人所发出的 他说 石烟 我想见你 我总算有机会 见到我这个传说中的亲妈了 他给我报了个公司的地址 顺便给我叫了辆计程车 说快到公司门口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就行 接到我时 姬燕只是服了服绿色卷发 淡淡道 有点忙 刚下楼 可我在车上明明就看见 离公司门口的不远处喷泉 卷发长裙的精致女性 手拿化妆镜 反复地在脸上模拟出 各色各样的神态表情 我眨了眨眼 也不戳穿 只不过一直偷偷地用余光 去瞧我这个漂亮极乐的亲妈 你的专案写得很好 姬燕说 我抿了抿唇 耳根发烫 第一次真心实意地有些紧张 半天就憋出一句谢谢夸奖 有刻意学过吗 他微微侧头询问我 清雅的女香环绕在我鼻尖 我摇头 只是个兴趣爱好 哦 他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 我以为说我说了这话 让他心生不满了 正想弥补 却看他又舒展开了眉梢 一副如是重负的样子 不愧是我女儿 天赋都遗传了我 还好没遗传杜康那个蠢货 我人傻了 看来姬燕和杜康的感情 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啊 姬燕只起我的手 来回轻浮 都怪我 当初金融大动荡 几个老董事纷纷闹着要抛股 我害怕我爸爸的公司 会就子父之东流 只能全身心投入事业 这才将你交予粗心的杜康 这个混蛋 连自己的女儿都能认错 等于说 姬燕只在我出生第一天 见过我一面 后来连夜就飞去了国外进修 带她回来 婴儿都长成六七岁的小姑娘了 谁还认得出是不是亲生的 但可能是有感应似的 一直以来她都和杜兰兰不亲 杜兰兰见她也害怕 你回来的那天 我其实很想亲自去接你 姬燕抚摸我手背的动作停顿了下来 眼里的光也随着暗淡 她向我道歉 我怕你会怪我 会怨我 没有给你一份完整的母爱 怕你也会像兰兰一样 据我余千里之外 我木然地看着面前饱含愧疚之意的女人 怎么会没有怨呢 但最终 我也还是一如既往的玩耳一笑 回握住姬燕的手 甜甜地说道 妈妈 我很高兴 能够回到你们身边 姬燕恋爱地将我抱进怀里 我垂下睫毛 将头埋进 姬燕看似温暖的怀抱 搂住女人的腰身 面具一旦戴上了 就再也不能摘下来了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收集有关杜兰兰犯罪的证据 我通过高中群和贴吧 找到了曾经被杜兰兰伤害过的几个女孩子 并在她们的允许下 拍下了每个人对于曾经所遭受暴力的讲述 说着说着 几个女孩子的眼眶都红了 我拍摄的时候 也随着一起颤抖了起来 说真的 肉体的伤可以痊愈 但心灵的伤 却是时间都不一定能治愈的 到最后 我能做的 只是拍着她们的肩 用强有力的态度安慰着她们 你们放心 欺负过我们的那些人 绝对会受到报应的 我保证 一切都准备就绪 接下来要等的就是时机了 当然 我还有了个意外的收获 如今是网络的社会 舆论有时候 可比直接报警好使多了 恰逢文艳传媒年会 纪燕让我好好打扮 打算把我趁此机会 介绍给所有亲朋好友和熟人 以此来坐实我的身份 地位 纪燕都发话了 杜康自然是不敢多言 可杜兰兰就不一了 也可能是极度昏了头 多年宠爱被我夺去后难以接受 她竟拿着酒杯 当着纪燕的面 耍起了酒疯 看她那样 就知道昨晚去哪发痴了 于是乎 在场几乎一半的熟人都看见了 杜兰兰发疯似的扯着我的头发 将我拖拽在地上 嘴里念着 比高中霸凌我那会儿 还要难听的乌言会语 愣是把纪燕擦了粉饼的脸 都给说黑了 纪燕忍无可忍 胸口剧烈的起伏 将我扶起后 命令杜康将杜兰兰立马带走 也是这时 正在演讲的公司高管 打开了会场的投影 早就被动过手脚的大屏幕 非常接地气地播放 几个被打了马赛克姑娘的视频采访 文艳传媒的这种大型公司举办的年会 可是邀请了不少记者呢 不过一刹那 长枪短炮统统地竖了起来 今夜的记者们还不忘单手 把小甜点拼命地塞进嘴里 几个女孩说的话 也通过扩声音响 准确无误地传入了 大会场的每个人的耳朵里 杜兰兰她 逼迫我给她作弊 说如若我不答应 她可以让我退学 混混的音频文件 那个叫苏吉的 是被杜兰兰推下楼梯的 但杜兰兰要我们其中一个人替她顶罪 否则就把霸凌视频交给警方 让我们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罪行 杜康 也就是杜兰兰的父亲 还威胁我们父母 说如果我们说出去 他让我们在社会上混不下去 再然后 就是我找的私家侦探 无意中送给我的礼物 杜康在夜总会 左拥右抱的照片 杜康看着那么一老实人 我是真想不到他会出轨 看样子我这人 天生就不适合有个好父亲 啪 重重的一声 纪燕抬起手 毫不留情地扇向了 他口里养了多年的兰兰 杜兰兰哆嗦着去拉纪燕的胳膊 颤着嘴皮子想要解释 被纪燕用力地甩开 纪燕躯黑的眼珠子看向我 好似能看透我的心 报警 留下这么两个字 纪燕便直直地晕倒在了地上 人群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窜 这是一场大戏 却不是一场好戏 我压制住鼻头的酸涩 杜康苦苦地哀求 于是变成了诉讼离婚 没有了杜康这座靠山 杜兰兰也废了 他的那群好朋友为了减刑 还供出了杜兰兰和一群乱七八糟的人 一块儿吸食某种围经物品 这可是大忌 无论如何 杜兰兰是逃不掉牢狱之灾了 善恶到头中一爆 纪燕由于气急攻心 被送去了医院休养 他想静心 又不想被人找到 于是选择了一家公立疗养院 巧了 正是我杜兰兰所住的那家医院 我便白天去照顾我杜兰兰 晚上去看我亲妈 可不知啥时候 两个人居然认识上了 还成了好朋友 我拿着保温壶 壶里是炖好的鸡汤 一时之间 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我的本意并不想让纪燕和我杜兰兰相识 身份悬殊太大 我怕杜兰兰受到不公的待遇 就不想我亲妈悠悠地瞥了我一眼 放下勾着杜兰兰的臂弯 对着我说道 石烟 你过来一下 我有片刻的警惕 但还是乖乖地上前 嘱咐杨母好好的喝鸡汤 不许再倒掉 杨母笑得像个小孩 金燕看到了这一幕 她沉默不语地引我到了后湖边 卧矮苍茫的天空 配合着水面辽阔的湖面 竟意外地契合 金燕说 我知道 年会上那件事是你做的 我稍有一惊 着实没想到 她会和我谈论起这个话题 我没有回话 金燕叹了口气 是妈妈对不起你 我闷闷地恩了声 紧接着 我们二人谁都没有在开口 二十几年缺失的情感 不是说恢复就能恢复的 那就让时间治愈伤口吧